張家輝和任賢齊 這天就一起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禮 其中家輝和小齊合作演出的《沉默的證人》 還被選為開幕電影 兩位這次相隔15年再合作 不知道感覺是怎樣的呢? 這次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 因為15年前的大事件 我都不停走 家輝不停追 對戲的機會不多 這次我就直接面對面 可以和家輝學了很多東西 別這麼說 我都很開心和小齊合作 我們整個拍攝的過程 我們都了解多了 小齊近幾年的電影發展又多元化 我看到也很開心 謝謝 不過這次在戲裏 就有很多真人打鬥的場面 而且家輝仍是不停捱打個位 其實我都很不好意思 因為家輝在戲裏有一個斯文 因為家輝是不停捱打他 我們害怕肥腦打他 像男生狗一樣 我突然打他 一見到就中了 真的 家輝也要求 因為他在拍攝之後 如果不夠勁 他都要求 你多說 真的? 我自己都打得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知道 自己知道打人那個 其實是很大的壓力 不是說被人打那個 就一定是說 其實一個動作又沒有力 都是要靠打那個有力的架 被人打那個有力的痛 才能出現 是 在拍攝 在拍攝 中間 我來講 你會想說